圣诏 顾家三公子入坠李家 准 少爷 大声不好了 少爷 少爷 你快出来吧 少爷 开开门啊 少爷呢 少爷还在房内 我们怎么换都不肯出来 今日是少爷的若冠之礼 几乎满朝的重要大臣都出席了 那个李家的家主也来了 作为主角的三少爷 若是缺席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顾家 快开门 把少爷抓出来 什么 是那个全亲朝野的李宰相李家 是少爷得罪的那个李家 是那个少爷调戏了他们家大小姐的李家 完蛋了 这下可怎么收场啊 少爷 求求您赶紧出来吧 顾三少爷 顾家 顾恒生 世间真有约会之数 我叫顾恒生 是天风国开国大将 当朝一品元老的三孙子 前生 我乃是某个卫免的天选境强者 今生失败了的 并没有死亡 不得不使用约会转生秘乏 我得一次重来的机会 今日 我前世今生的记忆终于融合完毕 我 真的成功了 啊 这些您老爷子到底过用了多少药材 原本我是无法修炼的天生废体 现在我血脉中残留的药力 甚至都可以支撑我突破地全境了 只不过我一恢复记忆 就发现有一个天大的麻烦摆在我面前 轮回之数 蒙天听 风六石 折尘也 待到二十若冠石 六石翻开 记忆才信 少爷 你快出来啊 李家的人拿着圣旨来了 而我在记忆恢复之前 少爷 是个不折不扣的纹固子弟 废物草 您再不出现 小都没有挨板子了 身为顾家的嫡孙 我不学无术 整日带着京城的一众顽固公子哥 到处捉鸡逗狗 沾花惹草 仗着顾家的威名 横行霸道 大家快看啊 这是范男人掌上民主的手帕 驾高者得 你什么档子 和我穿一样银子的衣服 李家小姐真是哑巴呀 传言不假呀 这么好看的脸蛋 就是不会开口 可惜了 但是这次闯的祸 顾家却是护不了我了 看来这次 要靠我自己出手 是顾王生 爷爷 来了就好 还不赶紧向诸位大人行礼 是 今日 老夫除了给恒生办若冠之礼外 其次便是有一件事情 要告知诸位 经过老夫和李大人的商量后 有意结成庆家 让恒生和李大人的掌上明珠 结成一段姻缘 一个月后将正式举行大婚 事到如今 看起来没有任何挽留的余地了 老爷子的这个决定 一是震慑各方消息 二是希望我们未来的日子 依旧可以无忧无虑 三十几句到之前 顾恒生欺辱李家小姐李秋柔的事情 够强没落 李家主人再怎么不代谢顾恒生 也不能够动手了吗 甚至还得保护我这个便宜孤义 老爷子 为了我这个臭小子的安危 将你的最后几剩的威严和宿母 都丢掉了 值得吗 既然如此 一个月后 本官便会派人送来贺礼 替我家秋柔 来迎娶顾家三公子 便亦 李大人所言 且慢 李大人 刚刚你说的略微有些不对 本公子想要纠正一下 你说一个月后 来我顾家下聘礼 此事倒是说反了 顾公子 你什么意思 恒生 不得无礼 赶快向李大人赔礼 多年以前 我顾家声名赫赫 威势熏凶 自是不可能让自家二郎入坠里家 但是如今的顾家 早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李业 今日还请相信恒生的一切决定 你是我顾家儿郎 一切 有你吧 李大人 一月之后 由本公子下聘礼 来李家迎娶李家掌上明珠 如何 本公子虽顽固无用 但也是顾家年轻一辈唯一的儿郎 若本公子入坠李家 那我顾家还有何颜面 有何将人之威 又凭什么去统领我天风国的百战大军 去镇守我天风国边疆 去保家卫国呢 臭 臭小子 我老头 这也是你的最终决定吗 李大人 你身为一品大臣 很清楚若是本公子入坠李家后所造成的后果 不仅让我顾家统领的大军军心涣散 而且也会引起正在与我天风国交好的国家议论纷纷 说得很有道理啊 此子真如传言那般顽劣了 顾小子 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重要性 若是你有顽固的两位兄长一半的俊才之姿 我李家姑娘嫁给你有何妨 可惜 虎父权子 难堪大用 李大人 入坠之事咱们暂且不说 本公子心情的行为确实犹如李家颜面 甘愿说法 若是李大人愿意 那么本公子自当赔礼道歉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一切得下约再说 六世中开 久违的修行 终于要开始了 任玄境出气已经无故 再过段时间 便可重击任玄境中气 攻击任玄境出气 第十岂 剩下约 绹用 靠来 市正应 将来 到场祝贺的 可是我家老爷子 硬要我去经营锻炼 好苦啊 搞容易跑出来 就想看看你还活着没有 又钻狗洞出来的 可以 我胡说 我常当兵不上述敌孙 咋会钻狗洞 哦呦 我说安少爷 快拍拍衣服上的土和狗 也失了风度 哥 哥 哥 咱们就不纠结什么狗洞了 诉说李家的事吧 说起这事 当初好像是你们几个怂恿 我去找李家小姐的 哥 当初咱们打赌 让你去偷偷看一眼李家小姐 可没让你说那些话呀 那还是你嘴巴 好了 说这么多干什么 六十未开的舞 实在是太能促 不想无名 那 姑哥 咱们怎么做 当真入追 还是和李家忙到底 忙到桥头自然直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哥都不怕 我当然也不怕 既如此 我们快点出发吧 什么出发 百孟老 来这里做什么 你忘了 百孟老两月前 就说会新进一批少男少女啊 虽然我不是来寻花问流 但说不定能在里面 找到了要的东西 那就去看看吧 好耶 有哥在 一定能站个好位置 公 恭迎顾公子 韩公子 糟了 闹事的又来了 顾三公子 我靠 这位爷今天怎么来了 这位爷不会又想搞什么事情了吗 大家快检查身上的衣服 有没有和那一样颜色的 小心又被它烧掉 要转变形象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无愧是我顾哥 江湖上永远有他的传说 我靠 以前的管理 这位爷都是在楼上听琴饮酒 今儿个怎么破天荒的出来了 希望这位爷今天心情好 不然又会出幺蛾子 顾少爷 每次都来惹事 苏老板 官礼大殿非同小可 我们要不要 顾家不可情人 随他闹吧 他就算把摆毛楼给拆了 我们也要说拆得好 顾公子 韩公子 你们的位置我早就安排好了 快随我来吧 有劳苏老板 顾公子客气了 我先去安排官礼 一会儿再来给公子敬酒 今日白梦楼 新来了一批绝色新人 这位公子若是看中了的话 可随意敬家哦 顾哥 你快看 大白腿啊 还有那个 那个美女对我泡眉眼 你这很好 住点形象好吗 顾哥 咱俩从小到大 有过形象吗 这一批的橙色 比起之前的几次要好太多了 尤其是中间那两个 身段吼得真要人命啊 中间 中间那两个的资质确实不错 哪个哪个哪个 让我也看看 那不是男的吗 顾哥竟然还好这口 这便是今日白梦楼全部的新人了 欢迎诸位尽情挑选 那姑娘我要了 那姑娘我要了 姑子最起劲的那个 归我 去去去 有你们什么事 出了什么呢 那是我先看上的 前世身为孤儿童 自小便是砧板上的愚蠢 这种被他人宰割的仇恨和无助 顾哥 要不是咱俩家归言 我还真想买两个回去 可惜啊 可惜 这些人 我都要 顾 顾公子 我没听错吧 这里的少女 你全要了 不论男女 照收不误 早听闻顾家三郎 顽裤放了 不折想 竟玩得这么可爱 顾三 你懂不懂规矩 人都被你买走了 那我们不就白来了吗 就是 更别说你还和李家有婚约在身 吃着碗里的 又看着锅里的 胃口这么大 你就不怕 三位 当初咱们打的赌 还记得吗 沈现在没人 顾三你快上啊 潜入李家 这能行吗 哎 你就放心吧 有我们帮你放手呢 只要你敢进去看一眼李家小姐 我们就认你做大哥 对对对 那好吧 如果三位不记得的话 那么本公子就带你们去李家 好好回一回 要是被李家知道 当初顾恒生调戏李家小姐 是我们总有的 我们就死定了 站住 怎么 还想与我动手 不成 哥 不 老大 咱都记得了 不用帮咱回忆了 老大想要全部的新人 我们几个是一百个赞同啊 对对对 从今天起 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初那事我也惨了一脚 得亏我和顾哥交情好 他没说啥 苏老板 你看他们都答应了 这笔买了能做吗 顾公子都开口了 那自然是能做的 不过这价钱 可是比不小的数目啊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吧 我来付钱 哪能让老大套要包 这算什么事 小弟们当然不让 我来付钱 还不用自己付钱 顾哥这操作也太神了吧 小安 走了 顾哥 今日爽是爽啊 可要是被你家老爷子 看见了这些人 恐怕你没好果子吃啊 你去担心我 先顾好你自己吧 要是再晚一点回去 你老爹估计会打死你 我靠 差点忘了 走走走 快走 都给本公子抬起头来 不愧是白梦楼 既然能搜拢 这么多美人皮子 年纪适中 天赋也不错 小九公子不要杀我 我害怕 我不想死 好了 本公子什么时候 说要杀你们了 本公子现在 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从今往后 跟着本公子做事 听令行事 第二 取十两银子走 然后离开这儿 什么 把我们买了 要帮我们走 两个选择 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真的可以有我们选择吗 这些京城大人物 向来喜怒无常 谁知道他们 下一秒会不会反悔 哼 现在的你们 还不值得本公子 说谎算计 银子就在这里 如何选择 你们自便 现在 我能走了吗 走吧 机会我已经给过了 至于未来如何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不走 我等都是下等人 走得再远 也还是会被抓起来 到时候 恐怕就不会遇到 像公子这般的好人了 好人 我看着像好人吗 无论是前生还是今生 我手上都沾着不少人的心 好人二字 我可耽到不起 公子不仅没有欺辱我等 而且还给我们自己选择的机会 在我们看来 公子就是天大的好人 没有谁能够比得上 告诉我你的名字 这群姑娘热喉的管家 我就交给你了 是 公心月谢过公子 你呢 不离开的理由又是什么 这少年与公心月看似熟络 想必是旧时 我想 变得像公子一样 刻意不被欺凌 终有一日 我要站上 足以让人望而生为的顶峰 披逆天下 钱是懂的 也是在这个年纪 一手创立了剑语阁 开始了追求大道的一生 说出你的名字 本公子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做他们的领袖 圣关海 一定不会让公子失望 接着 认准这个名号 公子 这是 从今以后 你们就是剑语阁的弟子 听我号令 拜见阁主 混上东西 你还有脸来敬我这个二叔 二叔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怎么还成我的不是了 但但这一天 得罪平成王世子 强强百孟楼心人 威逼各大十家公子 你全做了个干净 厉害了 我的乖侄儿 二叔 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有分寸的 什么 分寸 你小子要是有分寸 会让我顾驾入境仇敌 布满整个京城 你小子 要是能够让老子省心 能够四处去群花问柳 你小子要是有一点点出现 老子和你爷爷的头发 会白得这么快吗 二叔 还请你相信恒生 恒生呢 若不是你父亲 临终前托我照顾你 我一个非人 早就自在了 二叔 恒生在此立世 此生定赴顾家荣耀 养我将门之威 振我忠烈之名 我也让所有世人都看清楚 顾家荣耀 千秋万代 这臭小子 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 顾家年轻一辈 就只剩下你一个 二叔不求其他 只求你能周全 不走了 回去歇着吧 一个月后 李家就要下最后通牒 我必须加快自己前行的步法了 老爷 尚爷在前厅 说要和你请安 是 什么 这臭小子 哪天不是睡到日上三干 今天是发什么疯啊 爷爷 恒生来给您请安了 是不是昨天在百梦楼惹了麻烦 想让老头子为你去解决 我可都听你二叔说了 爷爷 您想多了 孙儿就单纯地向您请安 顺便说点事 说个屁 眼前李家的这道坎都还没有迈过去 别指望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给你擦屁股 我想说 我要离开京城 什么 而且 孙儿希望您撤掉暗中保护在我身边的高手 混账 老子要是把护在你身边的高手给撤掉了 以你惹是生非的本领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爷爷 请您相信我 我不会再让你操心和失望 这小子身上的气息 全然没有了浮躁 变得更加沉稳了 如今京城不太平 让这小子出去避避风头 过去也是件好事 臭小子 离开京城了 你想要去哪里 去剑须 修剑体 去剑须 修剑体 什么 剑须 那是千古以前 一代巅峰皇朝的灭绝之地 三千里剑须 三百万四里 混蛋小子 你是不是在京城闯祸闯意外了 想去找死了 松儿自然明白其中危险 但是 松儿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老子不同意 滚蛋 爷爷 臭小子 你 爷爷 松儿真的已经懂事了 您就相信松儿这一次吧 恒生 恒生以往惹了天大的祸事 也没有这么贵地恳求过 给老头子我一个理由 不要变强 重振我顾家将威 将我顾家的威势 重新插在百国之地 让天下一万生灵 都不敢小觑我顾家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为恒生搜拢各种功法 希望他有朝一日 能摆脱天生废体的头衔 可这一切终究是无用功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日一日地荒废下去 恒生 长大了 你已经有具体的打算了吗 有 那就去吧 一个月后 记得回来 定不负您老所望 老爷 不如让属下在暗中护送小公子吧 不须 随他去吧 如果一个月后他没回来 老子就带着百万大军 去把他的尸骨刨出来 好上 一定要回来啊 这就是公子要传授给我们的修行功法吗 这是任玄境的入门法诀 你们毫无修为 要从最基本的练起 除了修行 本公子还会派人专门来教导你们写字 诗词 歌赋的 但是 你们要将此事烂在肚子里 咱们透露出去 本公子一定严惩不淡 公子放心 我都不会辜负公子所望 公子要走了吗 通往剑须的历练争夺 正式开始 只是在靠近剑须的陈沙镇 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剑须的风暴 而这股剑须 是百年前一名剑修创下 传闻中 那位剑修阴暗手怒了某个顶尖的皇朝 才遭围剑 剑修一人敌万军 挥架一进 那一刻 整座皇城瞬间轻衣 无数修为语成的高手 在剑王下成为了亡灵 一剑造势三千连 这位前辈的剑尊之年 等之无垢 还有很大的可能 不只是触摸到天旋镜 甚至已经步入天旋镜 啊 沉沙镇着很无人烟的地方 竟然还有一座酒馆 有些奇怪 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嗯 爷爷 来客人了 您怎么还愣在那里啊 怠慢公子了 请问需要些什么 给我准备一间上好的客房 然后随便上点韭菜 那公子可有口福了 我酿的酒 是百国一绝 我这就去准备 在踏入剑须之前 我还得好好准备一些 陈殿有些日子了 终于跨出了人旋镜中期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比起之前增强了数倍 剑须一行 本公子势在必得 温姑娘 昨日多谢找待了 公子慢走 有机会的话 还请公子多多照顾小店的生意 我 还会回来的 时隔百年 剑盲一再 剑尊对剑的礼物之身 以他大成之境 前生我所学佛草 没有精修一道 虽不如天玄 但也有时候充满无力 今生 我要重拾轻生九剑 要做的第一步 便是借剑须里的无数剑气 锻造剑体 今生修剑 此当锋芒 剑之术有何惧之 血尘剑体诀 剑已出城 可应扛灵玄境中期攻势 剑体中城 可应喊地玄境初期强者 数数大成 天玄境强者以下 无所畏惧 神界 灵界 地界 天界 功法比级越高 其法门更加深奥 且更加的具有威势 血尘剑体诀 便是极为罕见的地界高级功法 轻生九剑 地界初级的剑法 共有九世 若能修得最后一剑 足以斩裂星辰 大道锋芒 我们先急 血尘剑体小城 修为也当了人玄境后期 效果显著 可惜 剑训您带来的好处 也只是如此 不知道 师父还有别的什么机缘 上 似乎有什么东西 这些剑王 是剑尊遗留下的大成剑影 正好 若能量化一分剑尊的大成剑影 竟能大大提高 对轻生九剑的领悟 征扎 本公子倒要看看 你能在我手中 撑过几时 一剑寒芒曲 千生四割 轻生九剑第一式 成了 天下百国 谁能皆无一剑 西年故人 竟在何处秋 西年独孤伤孱弱之时 无法庇护自己的轰颜之气 带到他修到永城 却发现轰颜已经不在了 一代天骄傲为情所困 想要走出来 怕是难于登天 嗯 好久没有尝到活人的滋味了 好久没有尝到活人的滋味了 一道死去百年的冤魂罢了 要堪打本公子的主意 区区人玄境的无知小儿 竟如此嚣张 看我如何撕碎你 你 你竟然能控制 剑子留下的剑气 你是谁 小小冤魂 竟然来了 就别走 轻生九剑第一式 王 再这样下去 我会绣亡的 将你一轮冤魂交出来 立下血是臣服你 我或许可以饶你 不行 还有没完整的执念 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 血是臣服你既以我为处 还不赶紧献出真身 燕尘哥 拜见主上 这副神不仁鬼不鬼的样子 我怎么带出去见人 燕尘哥 本公子现在要传授你鬼修一脉的功法 其名为天兮鬼道 待你步入地玄境时 可凝聚血肉实体 真正地重活一生 天兮鬼道 主上的手段 鬼修之脉 天道不如 久生久劫 一劫一难 日后能有什么成就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主上大恩 臣哥无以为报 从今往后 只要主上所需 臣哥即便生死刀销 也定然不惧 以后不需要以慕自扯 随一些就好 是 主上 一剑寒芒起 千里生死阁 十天的打握 不仅剑意步入小城之境 修为也是到了人玄境后期 勉勉强强还过得去 没有人能在人玄境里无建议 修炼百年前的剑尊 也是到了临玄境巅峰的时候里无建议 主上曾经 一定是天玄境的无上人物 甚至 是超越了天玄境的无上大能 念臣哥 你过来 主上 现在我要将你的魂吸给遮掩住 方可把你带离建议 过程可能会有些难受 你要忍住 是 蒙天秘术 以魂为霉 以魄为界 引气物体 遮沉闭眼 嗯 公子你又来了 要不要再尝尝我那样的绝尿 老人家 你可是在魔剑 你手中的是稀有陈铁 魔铁只有自有一股剑膝涌动 老人家 想必你是一位顶尖的练器大师吧 当今天下 唯有一人 能够真正配得上 老夫所打造出来的宝剑 不知是谁 能够得老人家这般赞誉 独孤伤 剑 剑尊 独孤伤 独孤伤 便是百年前 挥压百国之地的绝世剑尊 一是造就了三千里剑须的人 老人家 我想请你 为我助剑 为你魔剑 老人家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敢口出狂言 让老夫为你魔剑 你平下吗 我会用你打魔的剑 斩尽世间一切地 我会用你所炼造的宝剑 明阳天下四海 我会用你偶心力血打造的剑 登临百国之巅 不负你宝剑之威 你以为凭借几句狂妄自大的三言两语 就能够让老夫出手为你魔剑 剑衣 剑衣小城之境 怎么可能 我的酒楼啊 你个王八蛋啊 你竟然在了本姑娘的店 小梅 退下 不得无礼 爷爷 老人家 现在你认为如何 小子 你是多久之前领悟的剑衣 竟然达到小城之境了 满打满算 修剑约有十日 什么 十日 这还是人吗 简直是妖灭 小梅 去将老夫房中的黑色剑侠拿来 此剑 念为净红 净红剑 一剑青红万般雪 最近将我的功力 速速提升了近六成的威势 当真是忘记 老娘的酒楼啊 王八蛋你还差 这是我家公子的补偿 还请姑娘向哪 要不叫你家公子 再挥去见试试 随着日后修为的提升 金红剑对我帮助 只会越来越兴 老人家 金红剑是好 可你总不能让我一直用它 三年后 若你能更进一步 再来找老夫吧 三年之后 我必清零杀朕 循德大师 讨要宝剑 臭小子回来了 快让老子看看 爷爷 臭小子还知道回来 你要再拖几日 老子都打算调集大军 去逮你了 恒生 你 去了那里 可有所收获 恒生无能 依然和以前一样 没有半点用处 那就好好准备一下吧 过两日 便是李家和咱顾家 结亲的日子 臭小子 你放心 此事在之前 已得君上同意了 你到了李家 不会受到侵辱的 恒生明白了 还请爷爷和二叔放心 为什么 我顾家既是人节 可唯独到了恒生这里 连戒血也无法改变 他废涕的状况 难道 天 要亡我顾家吗 爷爷 二叔 我多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可以修行了 可是我不能 京城的水很深 倘若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发现 我已能够修行入道 恐怕往后的日子 将危险重征 现在的我不复前生 每一步都要稳固 叔叔不然 想会让我顾家 滴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言辰哥 我要你今儿踏入地旋之境 真正的步入鬼修之道 凝聚实体 今夜 主上 这恐怕有些太急了吧 若换作寻常人 起码花费三年才 我救你 不是失神 而是看你有为我所用的价值 说办不到 就滚回建许 是主上给了我重回一次的机会 我又怎能让他失望 主上有力 属下自当竭力完成 鬼道 不容天地所容 想要步入鬼修之脉 定然会经历前生 所经过的一幕幕画面 若修者失神分心 定安会因而迷失自我 舍得天前降临 魂飞魄散 阎晨哥 切记 切记 这是 我 是爹 还有娘 这姑娘给我的感觉 好熟悉 有这么点破钱 真是个穷鬼 你们都得死 他再等我回去 他再等我回去 严晨哥 你失言了 啊 花巢 花巢 严晨哥 醒来 莫要被梦魇困住 严晨哥 醒来 莫要被梦魇困住 好 面前要救人了 严晨哥 诉诉回神 莫要被梦魇困住 传心修炼 公子去去就毁 天大老二 前世轮回之时 你终伤了我神父 害得本公子前二十年 魂恶低至 但在今世 我的蒙天秘书早已入伍春清 绝不会再让你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蒙天秘书 闻为梅 我为晋 细数起 说臣必言 主上 你没事吧 无妨 有蒙天秘书在 天前找不到雷槿目标 自然就消散了 有一点属下不明白 为什么这雷槿会中途改换目标 转移到主上身上呢 主上 你没事吧 无妨 有蒙天秘书在 天前找不到雷槿目标 自然就消散了 有一点属下不明白 为什么这雷槿会中途改换目标 转移到主上身上呢 因为我与你一样 都是重活一次 不同的是 我行的是轮回之法 更为天道所不容 自然更受针对 有天道压制 主上竟然能轮回成功 这么说来 主上前世恐怕是 天玄境与上的无上大能 你呢 你本就是 灵玄境巅峰的强者 区区一个梦魇 竟也能把你困住 属下该死 只是 属下与故人曾有个约定 无态后来 葬身于剑须中 忽而成了执念 你的命是我给的 无论你的执念是什么 我一等一日助我完成大计 才能自由 是 属下明白 公营阁主 他叫阎辰哥 是本公子的护卫 从今以后 就由他带领你们外出修行 阁主 您是要我们离开顾家吗 阁主留给我们的功法 我们一日也不曾卸淡 还请阁主不要赶我们走 顾家虽大 但与外面的万千世界相比 不过是方寸之地 难道你们要一辈子 做患养的蝼蚁吗 希望你们归来之时 能让本公子刮目相看 老爷正在忙工哦 让顾公子在此稍等片刻 奇怪 这位顾三公子 看起来并不像 传言桌那边 十恶不少 滚开 欺负我妹妹的人 也配喝这么好的茶 先去处理伤口 莫要留了伤疤 是 谢谢公子 敢问阁下是 老子是李一轩 请问我的谭歌 你能代表李家吗 自 自然不能 可本公子能代表顾家 你觉得凭你一介 卑不足道的龙龙 也配站在本公子面前吗 臭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 放肆 爷 爷爷 李大人 来者是客 你这般做态 是想丢谁的脸 还不退下 是是是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老夫知道你来 是为了什么 不过你最好 还是死了这条心 让你一个修行废体 入这李家 已经是我们 最大的让步 谁说本公子 是无法修行的废体了 体内无气 胆甜空白 说你是废物 就是废物 还妄想在老封面前 固弄玄虚 可笑 人玄境巅峰的气息 你一直都能消心 连陛下都被你骗过去了 顾恒生 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我夫顾成军 抵御敌寇而遭遭殉国 我二叔顾幽默 在战场上落得半身不遂 我两位兄长 更是英年操事 李大人 难道你会不知道 这京城中有多少人 巴不得本公子也战死 瓜分顾家基业吗 是 当年的顾家 英才艳艳 京中的确有不少 眼红的贼子 顾恒生的两位兄长 战死士 他才不过六岁 若从那时期 他就已经开始谋划 这可是整整十四年的折服 这如药般的心智 绝非常人所拥有 顾公子 你今日为了入赘之事 而在老夫面前暴露了自己 难道就不怕老夫宣扬出去吗 李大人可以去试试 看看会有多少人相信 我不拦着 是啊 说一个十多年来 只会惹是生非的顽固子弟 情人是一个心智如妖的天才 谁会信 也罢 即便老夫同意更改入赘之事 但是也需要君上同意准许才行 想来以李大人的本事 让君上更改圣言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自然没必要让我一个小辈操心了 臭小子 你是不是都已经计算好了 今日来 就是打算让老夫给你当个跑腿 大人一把年纪了 木耀气坏了身子 喝口茶 降降火 明天 来李家 什么 下聘礼 顾家 特来李家提亲 五方玉十亿 人及中平灵气一介 翠身断骨丹 三级灵丹 共十香 流沙铁 用以锻造灵气 中百斤 不是说今天是顾家小公子入赘李家的日子吗 怎么变成提琴下聘了 李相竟然会同意把孙女嫁给这种废物三世祖 这不明白着把自家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哼 真不愧是顾家 好大的手笔啊 顾家敬重李家 在聘礼上自然不能含糊 直到小少爷说服了李家 老爷激动地闪了腰 只叫人把顾家宝库都要扳空了 即使下聘 那臭小子人呢 陛下有指 宣少爷面圣 现在应该已经入宫了 嗯 看来 陛下是有所察觉了 顾公子 请进去吧 陛下已等候多时了 顾家 顾恒生 拜见陛下 放肆 见到陛下为何不跪 陛下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平日散发惯了 不懂这些繁杂的礼术 你应该不会和我这个顽固计较吧 是 你自小便在顾跟前胡闹 顾自然了解你 顾恒生 以欺君往上 描示天字 可知罪 顾恒生 恒生自认 在外都以外 但从未亲了陛下 不知陛下这话 从何说起 几年岁故 征战天下的古老 当你父亲 成皇将军 和你二叔 血雄将军 哪一个不是 天骄无双之辈 可最后 竟生出了 你这般的天生废体 昨日李相入宫 竟主动恳请姑 撤换入赘圣旨 改为李家嫁女 李相这个人 我最为清楚 说你真的是天生废体 他是绝不可能松口的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究竟会不会修行 陛下错了 李相同意把孙女嫁给我 为的不是我 而是为了天风国 顾家是天风国的 降门世家 代表的是 边疆数万战士的颜面 而我身为顾家独子 一旦入赘李家 便会动摇 数万战士的军心 认为陛下不器重 为国为民 抛头颅洒 热血的忠臣 李相的确不愿 把孙女嫁给我 但李顾两家联姻 是陛下亲定的 李相不愿陛下为难 这才同意了 让我迎娶李小姐 哦 是吗 应是如此 罢了 此事暂且不论 古累了 你先回去吧 横生告退 陛下 真的信到顾小公子的话 可笑 自他进入这御书房开始 可有流露出对顾的半点畏惧 既有如此信心的人 就怎么可能只是个废体 那陛下为何不知他的罪 再看吧 看看这位顾三公子 之后到底能兴起多大的风浪 尹平城王爷 尹西贤王爷 我哪个青娘呢 连王爷都来了 孤家和李家的定亲典礼果然不同凡响 老板 咱要不要多加派些人手 这么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 万一出了什么岔子 是是是 加双 不 三倍的人手 快去安排 这 这就是传说中不能开口言语的李家小姐吗 他 好累 臭小子 还傻愣着干什么 赶紧过去 李老头来得很快嘛 顾老头 老夫的孙女可是绝世宝贝 若是日后在你顾家受了委屈 可别怪老夫翻脸不认人 顾老头 老夫的孙女可是绝世宝贝 若是日后在你顾家受了委屈 可别怪老夫翻脸不认人 放心 从今以后你孙女就是老头我的孙媳妇了 要是谁让她受委屈了 我说是你 老夫也不会放过她 这还算句人话 看起来 顾老头应该是不知道他家小子的本事 不然按照他的德子样 不可能忍得住布局十多年 要是以后顾老头 知道自己被自家孙子欺骗了这么多年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今日是顾李两家定亲之日 身为当事人的顾小公子 难道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顾恒生到底哪里奇特 值得爷爷如此信赖 不管他您如何 只要李小姐不负我 我绝不负他 什么 这纹固男人脸说出这种话的 就是 李小姐是京中第一才女 她说这话 未免也太自傲了吧 可惜可惜 如此美人 怎么就胎上了顾三这个草包 这臭小子 果然还是不省事的 这意思是随缘 缘分缘散 皆有因果 我说这话 本应是想试探这位李小姐的心意 说她不愿 我自不强求 可没想到 这位李小姐 虽为贵格千金 对事对人却如此洒脱 倒是与众不同 李小姐 前些日子都有冒犯 今日我向你好好赔个不是 永安公主驾到 永安公主驾到 拜见永安公主 皇妹 你怎么来了 你 终究还是出来了 世兄将近 一路平安 公主 等我回来 那一战之后 你再不肯见我 五年了 现在的你 可否给我一个具体的答案 五年前 边境战乱 二叔率领血痴军上阵杀敌 他的腿就是在那时飞的 从那时起 二叔便完全变了一个人 终于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后来 心如死亏的二叔 派人给永安公主递去了一封书信 公主 请原谅魔将的实验 从今往后 世人再无血兄将军 恒生 我累了 推我回去 是 二叔 郭游牧 我最后问一遍 你和我 到底如何 公主 臣当年便已说过 这世上 已经没有血兄将军了 五个月后 我将前往南渊谷 同期楚军连淫 已经两国友好之一 南渊谷 中等上流的皇朝 这 恐怕军上也没有办法吧 若是得罪了南渊谷 又会给我天风国 树立一大强敌 公主 大义也 今日定亲典礼 就到这儿吧 多谢诸位的捧场 祝贺了 二叔 你当真就这么让永安公主 嫁去南渊谷吗 我如今就是一个废人 根本配不上公主 又拿什么去争取呢 二叔 从明天起 每天早上的五更时分 动用玄气 疏通双腿的 今外半个时辰 臭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能让二叔 重新站起来 你 你说什么 站起来 你想怎么做 二叔别急 等时机一到 恒生自会相告 你想好好休息 我先退下了 南渊谷是吗 希望你们有所分寸 不然的话 恐怕这座皇朝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求柔 喜欢哪样菜肴 就多吃点 要是没有合胃口的 爷爷马上吩咐 善堂给你做 二叔 什么情况 李家小姐怎么在这 你忘了 根据咱们天风国的礼数 正常联姻定亲之后 女方都会到南方家中 居住一段时间 以促进感情 你看看这李家小姐 虽然口不能言 但一身大家闺秀的气质 尤为出色 你小子日后有福了 求柔 今日就让恒生 好好陪你出门逛逛 要是看到什么 喜欢的东西和小玩意儿 让这小子给你买 要是臭小子 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回来和爷爷说 爷爷帮你教训他 奇怪 以前这臭小子 看到漂亮姑娘 就瞪直了眼 怎么现在对这京中 第一美人 反而耍住了呢 去去去 快去 今儿个天气好 外面热闹着呢 你们俩好好玩玩 晚饭也不必回来了 对了 想要为二叔这好双腿 就必须突破到零旋径 永安公主和亲一事破采没结 采买一些灵药回去 可以提高突破效率 李小姐 我想进去买些东西 还请稍等片刻 古灵草 蔓延草 风尘末 这些药材 简直贵得离谱 快看 那就是李家的哑巴青筋 就是她呀 长得倒是不俗 可惜是个残废 她一个哑巴 再配上顾三那个顽固 真是般配极了 都说她是京中第一才女 一个哑巴 今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自然只能多读点书了 哑巴又怎样 她李秋柔戳绝之能 可是受过当今君上赞誉的 凭你们也会议论她 哼 哼 她真的变了很多 也许从前的她 并不是真的她 我倒心如磐石不可汗头 从而前方是斗山火海 岂不如事物又丝毫退避 可为什么 为什么凌玄进这个门凯 竟然阻塞住了 是 这幅身躯终究是少了血的犀利 纵然道星和灵魂登灵巅峰 也难以弥补身体 星天的不足 是时候动身了 什么 你要去边疆 你不要命了 爷爷 我自然是知道边疆是什么地方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去 边疆呢 充满血与谷的地方 只有在那里 我才能接触到血的洗礼 不如凌玄之进 老子警告你 想都别想 成魂之日在即 你现在走了 秋柔怎么办 孙儿不想一辈子只做躲在鱼 以下生活的公子爷 去看看边疆的风雨 魔力星星 日后才能更好地继承顾家 至于秋柔 孙儿等会儿 会亲自去请罪 求得李小姐的谅解 你 你 老爷息怒 其实让少爷出去 多看看世面也好 毕竟在军中 给少爷安排个闲职 不会有危险的 臭小子 接着 这是 顾家将令 等会儿 我会亲自给你写封任职官文 这将令你也拿去 必要时刻 你可亮出此令 调动大军 明白没 恒生明白 谢爷爷成全 李小姐 我要去边疆了 不如你先回李家 再做打算 如何 李小姐 我要去边疆了 不如你先回李家 再做打算 如何 安 她没有讨厌这门情事 还愿我一路平安 早是归来 等我回来 将军 外面来了 眼生的小子 说是京城来的 还带了任职官文 哼 又来了个混日子的公子哥 京城里的那些大人 是不是闲的 叫我这送废物 也不看看前线 都打成什么样 让他滚进来 你就是京城来的顾云 是 顾恒生这个顽固名号 早就传遍了整个天风阔 幸好临行前 我让爷爷在官门上改个名字 不然定会暴露身份 这次全身上下 毫无玄机搏动 摆明着就是个 不会修行的草包 留在这儿也是拖后腿 必须让他趁早滚蛋 行 赤丰营刚好去个校尉 今儿你去吧 将军 前些日子 赤丰营不是刚来了一个 来什么来 就凭那个乳秀未干的公子爷 你觉得他能撑过几日 这人其风话里有话 倒像是说给我听的 你 带顾校尉去赤丰营 是 将军 赤丰营的那帮兄弟 是出了名的难搞 要的就是让这小子 知难而退 趁早滚蛋 你也配做赤丰营的校尉 这提裤子都不配 这里面说话的是谁 不瞒顾校尉 里面那个叫刘灵武 是咱军营里头 最大的刺头 谁在外面嘀嘀咕咕 给老子滚进来 顾校尉 我得先给您提个想 来任职的校尉 都被那刺头揍狠了赶出去 他是看谁谁不服啊 是吗 那我得见识见识 哎 敢说的我都说了 看那小子嬉皮嫩肉的样 怕是连今晚都熬不过了 小孩儿 打哪儿来的 到咱们赤丰营做什么 从今天起 我就是赤丰营的校尉 顾云 哈 开什么玩笑 让一个小孩来坐这咱们赤丰营 扯大吗不是 这事要是被其他军营的兄弟们知道 那咱们赤丰营可就成效了 就是啊 送走个草包又来个小孩 老大 这咱可不能忍 你想做俺们赤丰营的校尉 可以 前提是打赢俺 敢不敢 啊 如你所愿 俺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 你 嗖的太慢了 公鱼 公鱼 竟然被这小孩儿一脚吹翻在地了 什么情况 老子可是人君就后期 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 天内绝无玄契的小屁孩儿 那什么 你再跟老子打一次 老子不服 阵赌就要服输 我可没那么多闲心浪费在你身上 顾校尉慢走 顾校尉慢走 这事儿没完 什么 你说那顾云打赢了刘灵武 是 那位顾校尉 只用一脚就踹翻了刘副尉 此时 赤丰营的将士皆可作证 不应该呀 刘灵武脑子是不好使 可他好歹是人玄境后期的修为 那你可知 那顾校尉修为几何 看不出来 赤丰营的兄弟们说 顾校尉没有爆发出任何的修为气息 就像是个普通人一样 这顾云有点意思 老大 要不算了吧 这次你要是再输在顾校尉手里 可就丢脸丢大了 放狗屁 昨天那是他运气好 今天老子非要逮着他好好比比不可 任将军来了 拜见任将军 顾云人呐 叫他赶紧出来 任将军 何事 顾云人呐 叫他赶紧出来 任将军 何事 都请不吝了 尽不吝了 作词 你 不吝了 不吝了 我 有 逑 挑 这一次北越国集结了近三万大军 欲要攻打验刑官 北越国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这些年来屡屡进犯我天风国 真当我天风国好凄若不成 想当年血熊将军镇守在此时 北越国莫说侵扰我天风国 就连靠近边界都不堪 若不是五年前 是 还得二叔分了双腿 正是五年前的北越军 那次战争中 北越军触动地旋径强者 在死前的最后一刻 自己的命中二叔的烧斗 然而那时的战斗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可是不少事 正是重战 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二叔的烧斗 就此过去终身在一起 二叔一军 再不出事 当年已成过往 众将士 你们可愿随本将 守住验刑官 守住天风国的驳危 誓死追随将军 我等誓死追随将军 好 马上回去成状 做好大战准备 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难道你们怕了 怎么可能 身为赤锋营的将士 可以战死沙场 马格古尸 那绝不能畏惧敌人 恨不得 现在就去战场上 将一个个 北越国敌寇的狗头 砍下来 顾小卫放心 要是在战场上 你遇到了危险 俺刘灵武 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毕竟你好歹是 俺们赤锋营的小卫 要是被其他营的兄弟知道 俺们连自己小卫都保护不着 那就太丢脸了 对 咱们私下里和顾小卫 对着干可以 但是不能够让北越国的 小狼崽子给欺负了 好 我就先谢谢诸位的照顾了 还令下去 侍奉营全营 进入一级戒备 明日一早 上阵杀敌 是 忠教士听令 凝鼓 有人说 乱世之争 必将续凝成 迟无人 但逃到世间 只有一片暗门之所 就有几个人批语 厮杀了 他们的微生死 只是害怕天赋 我的无人是 这阵阵 只是担心后方的 黎民百姓受到伤害 启禀将军 三万北越国大军 距离燕星关只剩十里了 团令下去 前苏权将军 领一万精兵 出城迎敌 是 我等与北越大军 兵力向着选手 必须先派部门军 或去消耗他们的兵力 才能换到生长的口 重仗是 随本将出城迎敌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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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云 可他刚来的时候 愣是半点修为也看不出来 现在再看 就已经是林玄境巅峰了 顾云 好小子 任副将 刘副卫 在 你们带上赤锋营的兄弟 火速支援顾小卫 是 兄弟们 跟着顾小卫 杀 什么 北越国三万大军 突犯北疆雁刑关 是 去传信 雁刑关上下兵力全出 小少爷他 很大可能也在里面 快 老义 马上领人前往雁刑关 把航生安稳地带回来 马上领人前往雁刑关 把航生安稳地带回来 另外 立刻通过飞鸽传书 加急派遣 驻扎在燕刑关附近的军队 去支援 一定要血刹北越敌寇 是 纯刑突破 龙旋兼出气 成了 龙旋兼的壁垒 就彻底崩碎了 小卫 小汐 有地 戌镜的枪 枝出手吗 不错呀 年轻人 能躲开本将军一剑的 你还是头一个 你是何人 我乃天风国 顾家顾恒生 你是天风国顾家的人 我顾恒生 乃天风国镇国大元帅顾仓之孙 承蒙将军顾成君之子 血熊将军顾幽默之职 他 他是天风国顾家的人 传言顾家人人都是萧雄 功无不克 善无不胜的呀 顾云 就是顾恒生 顾家 是顾家 这么多年过去了 顾家人终于再一次站在了战场上 不可能 使人皆知 顾家顾恒生是个废物 你怎会是他 是与不适 你大哥试试看 大军已然压起 若凭着这四三言两语就轻易退兵 日后还如何在京中立威 好 那就先拿你的向上人头 紧我北越军旗 这就是 地玄境强者的实力吗 秦升九剑第一势 这家伙 地玄境强者 不够人死 从今日起 再敢放我天风国者 杀无赦 撤退 根本打不够 太强了 撤 快撤 顾恒生 本将记住你了 他日 本将定当 亲自斩你向上人头 来祭奠我 北越国战死的英魂 本公子等着 血熊将军新年之仇 我会让北越国 用血的代价来偿还 我乃天风国顾家 顾恒生 血熊军封奥金 败剑公子 血熊军 是爷爷一手建立的军队 当年 血熊军的名字 威慑周边诸多大国 他的名字 孤傲地飘落在秋天之上 诸位将军 不必如此 自从我父亲战死 二叔抱恙 原旧部早被分去各大军营 哪还有什么血熊军呢 公子错了 只要顾家还在 将令一出 血熊军将会在第一时间 集结完毕 等候指示 这便是爷爷耗费 数十载光阴 打造的血熊军 赤城之心 天地可敬 公子以一人敌万军 是何等英勇无双 可京城里 却处处传闻公子 顽固无用 他们颠倒是非 实在该死 顾家将尉 当永存百事 不可玷污 我这就上乘一份军报 传回京城 为公子证明 报 北疆边关燕行官 加急军报 念 启并军上 燕行官此战大劫 封傲景将军派遣一万精兵 出城退敌 以五千将士 血杀北越国上万大军 退敌成功 好 大军回城之际 这位校尉从中杀出 冲入北越大军血杀数十人 并呼 犯我天风国者 斩 呼 北越统帅按袭此校尉 此校尉 凭临玄境出其行为 毫发无损避开 不愧是我天风国的将士 然而当如此 北越统帅问 可人 校尉答 我乃天风国 顾家 顾恒生 你刚才说什么 校尉是谁 乘上来 顾要亲自看看 我乃天风国 顾家 顾恒生 我真是他 顾老将军 你也亲自看看吧 无愧是我顾家的种 好 好啊 无愧是我顾家的种 好 好啊 传闻不能够引起 入体修行的顾家小公子 是凌玄境初期的修为 正修为 和经中三大天交通 只相聚一步之一 怎么可能呢 明玄境初期的修为 可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得修到的 这顾家小公子 之前莫非都是装出来 今日就到这儿 戴燕警官一战 彻底落幕后 鼓会大赏一众 有功之臣 退朝 恭送君上 李老头 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稍微是比你知道的 多那么一点 好啊 你个李老王吧 老子怎么说你突然改主意了 竟然同意让秋柔嫁给恒生 原来憋着这好事呢 古老头 你怎么骂人呢 你和恒生朝夕相处了二十年都没看出来 又怎么能怪到老夫头上 这臭小子回来了 看老子不扒掉他一层皮 竟然连老子都瞒着 好得很呢 小姐 出大事了 就是 就是 乌烟在燕险关 出战北约国大军 以灵玄境初期的修为 震慑敌寇万军 扬明天下了 灵玄境初期 震慑敌寇万军 扬明天下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你 终于踏入灵玄境了 看起来 过段时间 就得回去为二叔治疗爽腿了 再过四个半月 永安公主 便要前往南渊国 到时候 若是南渊国不懂分寸的话 小魏 有事吗 小魏 俺之前说要挑战你的事情 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的气量还不至于这么小 那就好 世人都说顾家小公子 顽固无用 都是在放屁吧 果然还是不能够相信传言 咱们赤风营的兄弟怎么样了 大多数受伤的兄弟都救回来了 但还有一些受伤严重的救 昨晚有一天 还要守任北岳军 死去的兄弟报仇 战争 总是擦哭的 何人敢擅闯验刑官 我家公子呢 在哪儿 这声音 好熟悉 赤血君封凹锦 拜见义老将军 我要见公子 老将军是在找顾公子吧 他正在赤风营的住所内休息 我这就带您去 那老头是什么人 能让封将军如此恭敬 谨言甚行 那位是当年跟随顾仓顾大将军 血战沙场的义老 就连血熊将军 也是他看着长大的 你 得罪得罪 一伯 您怎么来了 老爷听说 验刑官爆发的大战 就赶紧让我来接你回家 公子 你可是把老夫吓坏了呀 一伯 活着不好好的嘛 走吧 回家 好 咱们先回家 一切回家再说 小卫 中将士 以后我们还会再见的 希望到时候就别再针对我了 小卫 我们相信你 日后定然如同西年的血熊将军一般 站在疆场之巅 令诸国不敢侵犯天风光 能够让肖卫这帮天骄无双之人 作为我们赤风银的肖卫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莫大的公主肖卫 顾家的小公子 显然有起父辈的大将之风 帝 快看 是义博 好小子可算回来了 走 爷爷今天带你 无罪不归 好小子可算回来了 走 爷爷今天带你 无罪不归 爷爷 你这下手也太重了 不过喝酒得晚点 我和二叔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已成功步入零玄境 是时候让二叔重新站起来 二叔 这一个月以来 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嘱咐 用玄气疏通双腿的经脉 有 臭小子 你当真能治好我的腿 四个月后 永安公主就要被送去南渊国和亲 在此之前 我一定会让二叔站起来 好 好 死后十天 二叔的腿都需浸泡在这药语中 带领药的药效真正开始生效 才能继续后续的治疗 不过 在此之前 由于二叔断骨断外五年 血肉已经败死 所以 必须打碎重塑 碎就碎 你二叔我征战沙场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二叔 得罪了 排吧 二叔 这十天 你不可离开此处半步 务必切记 明 明白 顾哥 你走路没生的吗 要吓死谁啊 你真的是我的顾哥 打败北越军 天叫无双 真的你可是比我还要废的呀 滚 说的什么屁话 顾哥别走啊 好不容易回来了 不如和我去摆梦楼喝一杯 小安 你这一整天也没个正经 就没考虑过修行吗 我是一个有追求的男人 怎么能够被修行而束缚了呢 这小子 好歹同我一块长大 多年的情意了 日后得想法子 让他好修行才是 上指玉 顾家顾恒生 于验行官震慑敌军 仰我天封国威 呈将门之风 天骄无双 顾 封顾家顾恒生 为四品魏将军 封号齐霜 齐霜将军 北越国一战 当真是把这位顾三公子的风头 推到顶尖 难道 顾家又要出一个 顾恒于江场上的大将了吗 这么多年的装疯卖杀 顾家小公子 当真是细思极口 不知他到底在谋划什么 今晚 将顾家上下都围拢起来 不准让任何一只苍蝇飞进来 是 和尚可以开始了 二叔 你待会不要动用玄器 一切交给我来 好 封股动不住 据血手 同经骨 回刺一拜 夺天之躁 素血手 同经脉 聚 我 我感觉到了 我的腿真的有感觉了 二叔 马上运转旋气 将重塑血肉的双腿包裹起 二叔 现在你可以试着站起来 好 好 好 恭喜二叔 这下你就能光明正大地 把永安公主取回来了 我听说南云国突然将混事 提前到了明日 我如今不过是勉强能走两步 拿什么去和他们争呢 二叔 永安公主等了你整整五年 你应该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 与她与你都好 恒生 你不知道南云国的深浅 他们的荒城 有地权及后级的强者作战 是无论如何也争不过的 所以 二叔的修为至少要更进一步才行 意思是 我打算助二叔 突破至地玄境中期 我打算助二叔突破至地玄境中期 恒生 地玄境的每一个境界 看似相隔一步 实则是一道天谦 你明白其中的艰难吗 是啊 臭小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心里究竟有没有谱 李燕 我连二叔的腿动了之后 你们还有什么不能信的呢 二叔 接下来我要传明了 地界初级功法 你无天心隐气诀 地界初级功法 以此等功法的珍惜程度 一旦泄认出去 恐怕会让整个百国之地掀起战火 天心隐气诀 汽油观人 日月诗婚 神趣无道 尽在一口气 看来 情也会很漫长 拜见父母 平身吧 今日 永安公主将原嫁 南渊国 依助我天风国 和南渊国相交友好之一 玉林军副统领文红封 估命你 率三千玉林军精兵 送永安公主住南渊 待大混结束之后 再进回朝 我将领命 估永 你终究不会出息 二叔 你要是还不赶紧突破的话 我这我强行把你换写 不好的二叔 永安公主 一早已经被南渊国的使者 接出京城去了 快被马 我即刻去追 二叔且慢 有一件事 你需要先想清楚 公主眼下 恐怕已经进了南渊国的地界 真是我们若去 就是抢亲 抢亲 那可是在挑衅整个南渊国皇室的尊严 此行一去 必定有去无回 此事因我而起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 永安公主 是我顾恒生认定的沈娘 这一趟 我必须陪二叔去 你是我顾家唯一的血脉 是我顾家未来的希望 你如何能与我一头冒险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二叔 知身涉险 此事没得商量 爷爷 你这是 小少爷 这些是顾家暗影培养的死事 老爷决定 让他们护送你们 前去南渊国 我这是他们 老夫也要去 万万不可 爷爷 你在沙场上支撑数十年 旧机加深 此行凶险万分 您岂能冒险 滚蛋 老夫还没残废到这份上 顾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们既认定了永安公主 是我顾家的儿媳 那便是一家人 家人有难 我这个当家主的 又岂能坐视不管 区区一个南渊国 咱们抢便抢了 爹 您是郑国大将军 您出面 必定会调起 天风国与南渊国的纷争 顾家必须与万民安危为首位 放心吧 这点我早有考虑 这会儿 军上应该已经收到 我地上的折子了 军上 老臣顾仓 自愿新任郑国大元帅一职 这么多年来 老臣以及整个顾家上下 征战沙场 血染情仓 满门中立 今日 老臣也该为我顾家儿郎 活一次了 愿君上 龙体安康 保重 顾老个 你真是让顾好为难啊 来人 君上 传谷御令 将血痴军逐出天风国 即刻执行 不得有误 是 是血痴军 各个都是忠肝义胆之辈 一旦离京 定会支援顾家 军上这是自断一臂呢 也许 顾家的地位在军上心里 没有谁能够替代吧 离兴国来世 请贺南渊国主君 与天风国永安公主 联姻大婚 大风国来世 祝南渊储君大婚 愿南渊国日渐强盛 风调雨顺 大风国来世 祝南渊储君大婚 愿南渊国日渐强盛 风调雨顺 西风国来世 祝贺储君南渊太子殿下大婚 愿南渊国争争日上 今日是我南渊国和天风国联姻之时 从今往后 两国共结友好安方之仪 恭贺南渊皇朝 恭贺天风皇朝 即时已到 请星人登台 太子 公主 等为君上奉完茶 就算里程了 公主 请 公主且慢 你来了 你真的来了 来者何人 胆敢犯我南渊国威 顾家 顾幽默 君上 古幽默 就是当年震慑诸国的血熊将军 哦 常文血熊将军在五年前废了双腿 怎么如今又能站起来了 少废话 今日我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接走永安公主 放肆 父皇 此二人犯我南渊国威 胆大包天 应当就地格杀 万万不可 可请君上 放他二人离开 妙龄感激不尽 你为他求情 这位大名鼎鼎的血熊将军手上 沾了不少我南渊将士的血样 让他们二人 就地格杀 今天 就看看我们叔侄俩 谁杀得多了 纵一战 又何妨 送血染南渊 我共有莫今日 也要将公主带回 进京湖万般喜 明尘末路 苍生结 小子 让老子来会会你 南渊国帝宵将军 浊云州 老子不大污名之辈 小子 报上名来 顾家 顾鸿生 什么 你就是那个被誉为第一顽固的废物公子人 藏人道 好事不出门 恶事几千 说的狗人没错 将军 那顾三早已脱胎换骨了 现今是天风国的齐双将军 曾大败北约万军 什么狗屁齐双 废物就是废物 看老子怎么打得他回家喊娘 倾生九戒第一师 清晰九戒第一师 父亲 老子堂堂地玄境 竟然被一个小屁孩铲住了 谁要是传出去 老子那儿还用脸见人 起废那儿还有脸见人 清晰九戒第二师 抵挡剑斩 中眼中破掌 清晰九戒第二师 清晰九戒第三师 清晰九戒第一师 我们见识 不 我来南渊国郑二禀将军 你想要干什么 区区一个边陲小国 他 真的敢占了南渊国的将军 天哪 好小子 不愧是我顾家二郎 我顾家今日只想接回公主 别无他意 南渊军上若是执意不放人 只会平白牺牲更多的人 南渊国的威严 不可侵犯 如此天娇无双的人物 怕是就要在这儿 画上人生的句号了 施赤君 天封国 这是要和我南渊国开战吗 血池君因犯国法 已被逐出天封国 今日所行之事 与天封国没有任何关系 后果全由顾家承担 怎么会这样 天封国这是因为有血池君存在 才能够战胜无数的萧小 是啊 他们军上哪来这么大魄力 竟敢逐出整个血池君 这等自断双臂的做法 难不成 是为了顾家 只怕你们顾家承担不起 我顾家承担不起 不过只是一死而已 只怕你们顾家承担不起 我顾家承担不起 不过只是一死而已 顾藏 顾和当年一样问你 你运入我南渊 半顾左右 顾可以看在你的份上 免去他两人一死 谢君上皇恩 只可惜老将与君上无缘 若有来生的话 再还君上大恩 诛杀来犯贼寇 仰我南渊国威 杀 世间的人都如符笔 怎能等着我的步伐 顾藏 顾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还是不想 一战 何惧生死 恳请君上 宣一众国佬出来 镇压敌寇 养我南渊国威 妙灵 你在做什么 公主不可 顾佑墨 我回不去了 你走吧 我 顾佑墨 你我今生无缘 不必相求 若是任由此事下去的话 我真的得报了 真正的轻生九剑 一剑并可诛灭一骨 但想要达到次等威力 必须激发出前世的灵魂之灵 纵然被百国之地的天堂叮嘱了 我也不惧 原国诸将士听令 全部退下 云儿 你这是 父皇 永安公主的心 既不在儿臣身上 这桩婚事对于儿臣来说 便没有任何意义 公主 或许你已经不记得了 其实在很多年以前 我们曾见过一面 只实在是 你和血熊将军能情相悦 我以为了 只要我能做到文可安邦定国 无可冠绝同辈的地位 或许还能与将军争上一仗 可是我错了 即便你已经站到我身边 但你的眼里 还是只有血熊将军 顾佑墨 你可以带公主草了 君上 不能放他们走啊 不然我南渊国 还怎么隶属于百国之地 君上 您劝劝储君殿下吧 事关我南渊国的颜面 不可轻易下定判决 你放走他们 应该还有别的缘由吧 富蛮富蛮 自这场大婚开始 儿臣便感受到了 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 只是分辨不成原同志 南渊楚军 好大的破裂 顾佳小公子 你 就是危机感人的好吗 那是 元帅 那是血熊君 您挥下的三万铁骑 只要当时您在南渊皇宫 一身令下 他们便会强攻南渊国 誓死不悔 是 是元帅 他们回来了 血熊大军 参见元帅 岂 果然都是一群血性的汉子 凝之一丝咬惯的 咱们 回家 过了一席关 就是天风国的地界了 想不到我们真能活着回来 只是不知陛下 还认不认识我这把老骨头 顾家席血赤君而来 还请打开城门 那是 父皇 拜见君上 平身吧 古老哥 你可知你这一句 让古有多为难吗 今开国以来 我与君上 一许就为你兄弟相撑了 原来当年的那个人 一直都在 从未改变 君上 老将 顾仓 携西夏儿孙 以及血赤大军 恳请回国 往君上恩准 准 开城门 迎我天风国的儿郎 开城门 迎我天风国的儿郎 君上 边关凶险 下次可不许您如此冲动了 古是君皇 背后有一万子民 要时刻将国家安危 放在第一位 但是古也是人 偶尔任性一次 又何妨呢 这一次 是顾家给君上惹麻烦了 南远谷那边 不会善罢甘休 腰斩便斩 我天风国有顾家 有顾恒生 何惧之忧 臭小子 快从事咒来 你小子什么时候 领悟的建议 竟然藏得这么深 连老头我都敢瞒着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爷 我错了 说说还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们 都给我挑明了 你一次一次的颠覆老子的世界观 今儿个要不说清楚 哪儿都别去 爷爷 其实我是天玄境的舞者 你要是那传说中的天玄境强者 老子我这些年都活到狗身上了 老爷子 我说出了真话 你也不信 不是没事找事吗 顾少爷 韩少爷来了 正在院子里等你 估计是来找你玩的 去吧去吧 好 顾哥 顾哥 小安 找我什么事 顾哥 求你收复我爹 解除我的禁足令 让我跟着你修行 你想修行 肯定不想啊 那都是为了让我老爹放我出来的借口 我大好的青春 要用在赏尽世间的美女 闻遍天下的芬芳 怎么可能用来浪费在修情上呢 再说了 不管遇到啥事 上面都有我爹和老爷子顶着 而且现在顾哥你如此妖孽天娇 你照着我 我为什么还要修行 安心心的当我的公子爷 玩玩乐乐多快活 顾哥 你说呢 我觉得你听我想法的 这么说顾哥同意了 太好了 简直太不争气了 跟韩家家主说一下 让他去外面历练历练 参见主上 看来他们都没有懈怠修炼 公星月和上官海等人 已经不如修行 甚至有的已经迈入 人玄境中期了 十三个舞者 又四个人步入 零玄境中期 其余九人 皆是零玄境初期 陈哥 挑选一名 修为最高和心性最好的人出来 是 主上 主上 此人名为葛星平 修为已至零玄境中期 人比较激烈 心性算得上较好的了 主上 葛星平 我有一件事要你去办 不能够有任何差池 明白吗 属下明白 请主上吩咐 明天早上 我会安排你在韩家世子 韩瑞安的身边 我会将韩瑞安和你一起 扔到某个地方 切记 如果韩瑞安不是遇到生命危险 你绝对奔不出手 不要你陪他一起 好好享受人世间的黑暗 让他明白什么叫做残酷 属下明白 主上 午时 韩世子和葛星平 踏进了贩卖人口的组织 并且现在韩世子和葛星平两人 此刻已经离开了京城 一路上 估计不会太平 有些事情必须要让他经历一番的 这样他才能够真正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主上 何事 前些日子 我曾和主上提过墨阳国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寻一位故人 墨阳国是上等皇朝 是百国之地最深的地方 其中不乏有地玄境巅峰的强者 你确定现在就要去吗 主上 我想去看看 原本我打算陪你走一走 只是如今我的事情有些多 戳不开身 有劳主上费心了 我只是去寻一位故人 便不必劳烦主上了 既然如此 你去吧 临走时 把那些人安排妥当 多谢主上 我一定早些回来 为主上分忧 感觉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快放开本公子 本公子 乃是当朝兵部上书的孙子 你们竟然真是胆道抱贴 信不信本公子派人救命了你们 你们快点放了我 救你们了 我可以给你们钱 参作很多的钱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别嚷嚷了 臭小子 一路上都在叫唤 我是当朝兵部上书的孙子 放我手 李大人 本公子又来讨饶了 恒生来了 赶紧过来坐着 恒生啊 你在南渊所做的事情 老夫可是都听说了 现如今 齐双将军的名头 可谓是响彻五湖四海 大江南北啊 李大人说下了 好了 你们小两口分别了多日 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我们就不打扰了 不过 你小子晚上得留在这儿吃顿饭 咱们一家人 好好喝杯酒 县礼大人 南渊一行 你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放心 以后还请多照顾自己 别再以身犯险 好 陪我走走吧 孤叶和小姐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要是我未来的夫君能够比得上孤叶一半 那该多好啊 别做白人梦了 如同孤叶这般的该是英雄 时间能有几燃 我说比得上孤叶的一半 就是千万分之一 那就不错了 原本我以为 咱们三大天骄已经是最厉害的了 没想到孤叶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名套 只是一脚就踹翻了什么天骄 噓 靳言 要是被别人听到了怎么办 别伸了 我先回去了 对了 你告诉李大人 今晚的酒 我便不喝了 要喝的话 到时候 便喝咱俩正式大婚的喜酒吧 秋荣 她刚刚是说 两人大婚之时 再一同饮酒吗 她刚刚叫我 秋荣 应该没有听错吧 为什么 今晚没有星光 我却感觉 是那么的灿烂夺目 一切安好 我等你 好的 丫头 别看了 人都走远了 丫头 爷爷为你选的夫君 还过得去吧 当初你可是死活不答应 要不是爷爷一力劝阻 让你先去了解了解的话 恐怕这小子 指不定就是别人的了 不假这小子隐匿多年 就是为了潜伏着自己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连行关一战 天下 封号齐霜 此次南渊一醒 更是一剑路战南渊将军 震慑八方 堪称盖世天骄 盖世天骄 君上 天验之力 不是北约 这些年来 北约时长 犯我边疆 杀我子民 践踏我天风国位 所以 末将愿领兵出征 攻下石城 以此作为迎去 永安公主的聘礼 好 不愧是我天风而狼 准了 谢君上 听说 恒胜之一道 就斩杀了南渊大将 卓元州 朕再奉他为天狱侯 随你一起出城 祝你一臂之力 君上圣明 秋柔 明日就要出城了 离开前 我想看看你的雅琪 是否还能医治 她是嫌弃我了吗 不要多谢 我只是觉得 我应该有办法 能够治好你的雅琪 原来她是想治好我 我的玄器会经过 你的每一个穴道 经脉查看 过程可能会有点难受 还请你不要反抗 何苦虚 烈鹰虚 通理穴 虚齿穴 这些穴道 都是人体上 极为重要的地方 与身体的技能密切关联 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怎么会 难道这么多年来 李秋柔是装出来的 其实她能够讲话 不对 她的灵魂 没有撒谎和隐藏的波动 等等 灵魂 秋柔 你待会不要抵抗 我想看看你的灵魂 是不是有所损伤 如果是检查灵魂 岂不是身上的每一寸都会被看光 反正我们已有夫妻之名 不久后就要大婚 只是检查一下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别害怕秋柔 只需要把手放在我手上就可以了 天气 怎么可能 天到很近 天气 李秋柔竟然是天气 秋柔 你没事 放心 我先回去准备明日出征的东西 等我回来 一定会治好你的 明日出征 明天她就要走了 王军 平安早归 No 天气 天道审判的印记 是十恶不赦之人 溺乱天道之人 将要被抹杀之人才有的印记 天道 恐怕今生 我吃得少不赖 众将士 北越国屡犯我天风国北疆殷刑官 导致我天风国无数百姓惨死 因此 今日本将 愿领兵北征 荡平北越国的嚣张气焰 众将士 可怨随本将 北伐北越国 汉我天风国卫 誓死去前 汉我回 出阵 北伐 这一次 我一定会安人无恙地归来 驾 报 齐双将军率领两万血之大军 成功抵挡三十万北越大军 并且一伙 坑杀敌方五万大军 报 齐双将军率领的血之大军 已下北越国五成 好 不愧是我天风国的正国元帅 我天风国又顾驾镇守 何愁大事不成 圣上英明 刚被我军 歇灭五万大军 如今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吗 北越国真是好大的国威啊 哼 你大难临头 死期将至 也就只能够成嘴皮子了 我们三十万大军 已经全面包围你血赤军 你逃不掉的 我征战沙场三十余载 什么风浪没有见识过 仅凭你公粮子浊 便想让我顾幽默战死 还没有这个资格 我征战沙场三十余载 什么风浪没有见识过 仅凭你公粮子浊 便想让我顾幽默战死 还没有这个资格 大眼不惨 今日你顾幽默 必死无疑 全军听令 杀尽敌寇 养我国威 凶乘士 捕军阵 迎敌 杀 书叶成首将何在 还不赶紧出本将脚贼 更待何时 小心见识 今日我公粮子浊 就要一血前耻 养我北越国威 什么 糟了 敌军绕好包围了 臭小子 终于来了 全军听令 杀 杀 神的何会出现在这儿 他不是在云柳城里边吗 难道云柳城已经被拿下了 你的对手是我 可恶 再这样下去 我方必数无异 我 是谁 他是谁 全能无声无息地出现战场上 并且身上一点的玄奇波动都没有 疯子 你快帮我杀掉这个人 我给你很多美酒 比以前都要相传的美酒 美酒 这些告诉我 这个老头 美酒 很危险 很危险 我要救 很多很多的美酒 你要多少美酒 都给你 顾幽默 这下你必死无疑了 二十年前 这个无名老头 闯入北约国的御膳房内 就是为了偷一坛百年美酒 当初为了抓捕老头 动用了大量的兵力 都没有成功 就连我都受了不小的伤 我 是谁 虽然这个老头疯疯癫癫 但只要给他上等的美酒 就可以吩咐他做任何事 二十年来 这老头 为北约国扫平了很多事情 成为北约国的一饼利刃 你告诉我 我是谁 我就不杀你 我 到底是谁 好听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要去哪里 只能拼死一波了 心事之战 绝不能败 顾幽默 可别死这么快 且看着我军 踏平你血赤大军 听我指挥 上 我 给我上 拦住他 这样完全感到这个 到底什么来着 为什么北约国内 有这种强者 难道 我这么苦心的猛祸 就因为一个人 而满盘戒书吗 青红剑 去 千元徒手抓着我的青红剑 他的肉身到底有多坚硬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随我一起解决敌寇 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好快的速度 你认识我吗 他是怎么回事 这口气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告诉我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叫什么 我是谁 我叫什么名字 青凤 青凤 你的名字 青凤 我的名字 不管他是谁 眼下最好先稳住他 青凤 我的名字 不管他是谁 眼下最好先稳住他 青凤 我的名字 青凤 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吗 为什么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认识 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现在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把我的敌人解决掉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出手解决掉他们 有多少美酒 我都给 你 别杀我 别杀我 你个王子 我给你酒 你要什么酒 我都给你酒来 酒 你要什么美酒 我也可以给你 公粮将军 死了 二叔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 冲将士听令 敌军统帅一亡 冲兄弟 随我杀 撤退 撤退 快撤退 杀 我叫青凤 你叫什么 顾航生 你怎么知道 我叫清风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应该去哪里 我以前只和你有过一面之缘 并不知晓你的过去 和经历的事情 只有一面之缘吗 等这里的事情了结妥当 我再为你准备 我再为你准备美酒 美酒 我叫清风 可怜之人 秦尔连自己试试 可不知道 也不知晓到底有追寻 不前往何处 在这世间能够陪伴他的 只有酒 启禀元帅 此战之下 血氏军共战死一万将士 援军共战死两万三千 共计三万余人 歼灭了十三万北约大军 大胜 文帅知道了 退下吧 去清理战场 是 元帅 对了 齐双将军呢 顾将军先一步到输液城内 买酒去了 买酒 好酒 我答应你的酒 算是还清了 你我两不相欠 不要 我要跟着你 为什么 我感觉自己跟着你 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而且 跟着你 有酒喝 谁来告诉姑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连公粮子卓一战死沙场了 回答姑 我被越国成了百国之地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整整三十万精兵啊 竟然被屠戮了十八万 惨败而逃 姑要你们有何用 军上息怒 除了这一句话 你们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 拖下去 斩了 饶命啊 军上饶命啊 传古令 求援英语国 用最快的速度 是 这一句话 这裕国成 怎会连一个守城的将士都明 太奇怪了 唯恐有诈 没酒了 等会入城后 再给你买酒了 嘿嘿 好 这里头来历不明 实力又深不可测 万万不能让它失控 否则定住岔子 天封国的镇国大元帅顾幽默 酒温了 敢问阁下何人 放肆 前辈乃是燕羽国的国佬 岂是儿等能够放肆的 还不赶紧下马行礼 参见燕羽国佬 不知国佬来次有何事 燕羽国的国佬 那不就是帝玄境后期的强者吗 他为何在此 老夫文人玉良 听闻你在此掀起两国战争 特来制之 早就听闻文人玉良精彩艳艳 一双铁拳不知真杀了多少敌口 极为凶悍 北越国到底许怒了什么条件 居然能让他出来插手其他皇朝的纷争 难道就不怕白国之地其他的皇朝 集体斥责吗 前辈 这是我天封国和北越国的事情 前辈身为燕羽国的国老 而欲要出售祖旨 有些不合乎情理吧 老夫行事 岂需向你解释 你们若是能赢老夫 老夫便是直接让你武成也无妨 他已是帝玄境后期 我与他的行为差距犹如天剑 怎能别念 若你识相 老夫就给你个机会 要么你退兵而去 将攻下来的城池归还 要么老夫亲自将你等捉杀在此 喂 老不死的 是不是太猖狂了点 你 你说什么 清风 帮我把上面那个老不死的解决了 等此战结束回国后 我给你一坛上百年的陈酿如何 五坛百年陈酿 三坛 三坛 好 三坛就三坛 竟然 竟然用三坛就捧量老夫的价值 你疯了 你疯了 你们 竟然敢如此羞辱老夫 都得死 恒生快走 没事的 今天谁也走不了 都得给老夫去死 什么人 好乖 妖宠小姐 居然毫发无伤地 接下我这一拳 怎么可能 你 你是谁 到底是谁 是谁 我叫清风 清风 不可能 偌大的百国之地 如你这般的强者 老夫都有所耳闻 绝对没有一个叫清风的存在 你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我是清风 那清风又是谁 那 我又是谁 我是谁 你 又是谁 你 你别过来 我是清风 那清风又是谁 告诉我 不 我 我是清风 那清风又是谁 我 再扔下去 他一定会彻底发疯的 那老头 一击就把国老 不打了 我不打了 你快跑啊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叫清风 那清风又是谁 何生 危险 冰寒千苦 万无无尽 心意气景 万无独神 清晨 香水 香水 如人 万变不精 无耻无撑 无语无调 我千辛万无证 是我前生费剪 千辛手 可以消除他入魔障 和疯癫状 里面修正的残忆 消一消 我口渴了 走 咱们入城 给你买酒喝 这老头 可是能一拳打死 帝玄境 后级强者的凶悍人物啊 怎么横生和他看起来 好像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般 敌军溃败 传令下去 大军入城 直接拿下武城 是 来了 元帅他们凯旋归来了 参见之上 末将顾幽默 北伐而归 特取北越石城 以作迎娶永安公主之聘礼 末将恳请军上同意 不准了 不宣布 郑国元帅 乃是我天锋国的驸马 择日便可与永安公主大婚 多谢军上 今天是郑国元帅 和齐庄将军凯旋归来之日 古倍感欣慰 赵高天下 见面赴税两年 以庆北伐胜利之壮举 今上圣名 天锋国有爱情 爱是孤之福分 天锋国之福分 古依然记得将军所说的那句话 我天锋国大军所过之处 今是我天锋国的子民和将徒 这七吞万里山河的霸气 让古倍感出动 军上谬赞了 七双将军拥有盖世之姿 从当初的燕行官一战 到今天的北伐大盛 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双将军拥有盖世之姿 从当时的燕行官一战 到今天的北伐大盛 立下了赫赫战功 故此特奉其为正二品大将 另外 夹奉其双将军为天狱侯 建军可不幸跪拜之力 昭告天下 多谢军上 臣等拜见天一侯 这恐怕是天锋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原刺吧 我顾家真正的后继有人呢 七双将军屡立战功 盖世无双 正我国威 顾也不知道再封上什么了 不知顾小爱情还有何要求 尽快提来 军上 给微臣三坛百年尘酿就好 三坛百年尘酿 还要啰嗦多久 咱还进不进去了 一会儿就进去了 别急 莫非此人 就是一圈红杀 递选进后期的绝世强者 我都渴死了 我要喝酒 拜见前辈 我渴了 军上 咱们还是先入城吧 清风前辈不喜欢这些俗套的礼仪 只要煤酒管够即可 就依七双将军所言 先回城 至于煤酒 保证管够 好酒 好酒 都是我的 嘿嘿嘿 再 再来一谈 如他这般强暗的高手 是怎样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 主上 属下有事要报 何事 寒假世子今日已经回城 在葛星平的保护下回来了 哦 小安回来了 快让他进来 小安 小小安 你的手 我自己看他 不怨他 又是 他影响了我拔剑的速度和动作 主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和韩少爷被送到偏远山区做鼓励 韩少爷在那里受尽折磨 但是 以为主上的命令 我只能袖手旁观 后来 韩少爷不慎受伤 那龚头壮汉 想要杀掉不能干活的韩少爷 压抑许久的韩少爷 终于无法忍受 抢走了龚头老黑奴的剑 杀了龚头 我因为想要保护韩少爷 暴露了实力 也被韩少爷知道了真相 悲愤的韩少爷 拒绝了我的帮助 砍掉了 暗示的左手 之后 韩少爷以一己之力 杀光了所有的老黑奴 是这样 小安 你 恨我吗 在这个世上 我最相信的人 就是你 我恨你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这几个月来 我承受了什么 但是 我却没有资格恨你 对不起 小安 你让我真正见识到了 这个世界的残酷 我应该感谢你 我 还能够相信你 自然 那便好 这一次 你给我上的这一课 我会牢牢记在心里 九 九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终究得靠自己 我要休息 变强 小乞丐 你的手怎么不见了 碍事 砍了 碍事 砍了 有意思 有意思 小安 跟着他 是你的机缘 跟着他 一个老乞丐 你信我 就听我的 有些事情 日后你会明白的 酒呢 好 我信你 没酒了 弟子 瑞安 拜见师尊 你有酒吗 有 明日弟子 便给师尊送来美酒 好 小安 若是重来一遍 我依旧会这么做 尽管恨我吧 这份机缘究竟如何 变强你 全靠你自己了 参见天语侯 李大人不必多礼 秋柔呢 秋柔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在自己的院落里呢 老夫马上派人叫他来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找他 欧元帅和公主的婚事结束后 我们李家很快也要有喜事了 秋柔 我回来了 秋柔 你有什么心事 还是没有学习好 感觉你有些精神疲惫 嗯 你没事就好 我二叔的婚礼将近 我这段时间都很忙 没空来看你 车时国来时 请贺郑国元帅顾幽默和永安公主大婚 墨阳国来时贺大婚 夏成国来时贺来祝贺 恭喜二叔二婶 恭喜二叔二婶 喜结联礼 苦尽甘来 你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是 是 父亲 你小子也抓紧 让我也喝上你的喜酒 父亲 快了 什么 爷爷 喝喜酒可能要再等一等 我必须先去一个地方 臭小子 快去快回啊 你真是 有他那一万名 我 差点不算 陈哥的灵魂波动 就在这附近 酒 我要喝酒 你忍耐一下 等办完事就给你买酒 看样子 前面就是气息的源头 这是 镇溪王府 严陈哥灵魂气息的源头 就是这 来天止步 同名 天风国顾家顾恒生 特来拜会 墨阳国镇溪王府 你说你是顾家将军 可有凭证 是 是 是 你就是天风国的顾恒生 那位天语侯 正是本侯 老爷 我作为使者 在顾元帅的大婚上 见过他 是天语侯没错 既如此 还请天语侯入座再谈 请 有劳白老爷 请 不知天语侯 千里迢迢来我镇溪王府 所为何事 不知这一段时间 镇溪王府 可有招待过一些特殊的客人 监狱侯 此话何意 名人不说暗话 今日 我是要来镇溪王府 要一个人的 他叫燕尘哥 希望白老爷能够同意 未曾听过 既然你镇溪王府 不愿意带我去找人 那么我自己进去 就不劳白老带路了 放肆 这里是墨阳国 是镇国府 请示你天风 难道他就是一己之力 即是燕国国师的高手 你知道招惹我镇溪王府的后果 意味着什么吗 即便是整个天风国和你顾家 你也无法承受 镇溪王府 可知道招惹了我顾恒生的后果是什么 罢了 我带你过去 镇溪王府 好大的手 墨阳国常年温热 一座冰山 竟然能够扎根在此还不换 想来不是用来关上的 这是百年前 我父王搬来的 里面 有一座冰棺 是我父王 在百年前命练起大师 苦心打造而成 冰棺内 是我的姑母 我父王的亲妹妹 白花长 你的姑母 和燕尘哥有何关系 她 是我姑母此生认定了的夫婿 半年前 我父王和姑母 乃是墨阳国年轻一辈的侨主 风头无人能逼 那时候 一个年轻人击败了我姑 从此以后 两人相交为友 见生情愫 好久 不常 那年轻人家中突生变故 全族上下 都被山贼屠鲁带起 年轻人赶回故乡兴阳国 给家人报了仇 但心境却受损发疯了 姑母原本想去寻他 但是百年前 剑尊横空出世 一剑在兴阳国 批出了一道三千里的剑血 年轻人 也在那芳华一剑下 再无足 得知恶耗的姑母走火入魔 修为倒退 身体日渐消弭 姑母不愿意相信年轻人已死 她让父王把他冰封起来 留下年轻人的画像 等待年轻人回来找她 明天轻人回来